欢迎收听大案纪实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来说说赤丰市元宝山区的一桩凶杀案 这个案子年头比较久远了 1991年9月份的一天 在当地可出了事了 当时元宝山区有一家水泥厂 这厂里边有个员工叫荣丽 她的师傅叫王喜果 这一天荣丽跟王喜果一起职业班 点完名之后 两个人就来到了自己的工作间 到了晚上十点多了 你想那年头十点多大伙都睡觉了 厂里的工人到了那点 她也犯困了 荣丽找师傅王喜果 商量水泥质量的问题 但一看师傅啊 并不在工作岗位上 哎呦 是不是师傅犯困 出去抽烟去了 就在那等着吧 等了很长时间 也没见着师傅回来 那是不是去其他车间了呀 荣丽啊 又去其他车间寻找她的师傅 可是别的车间的工友也说 没来过呀 没见着王师傅啊 荣丽啊 就有点纳闷了 怎么回事啊 明明该值班 该干活啊 怎么人没了呀 一直等到凌晨 王喜果也没出现 荣丽担心出事 这才把事情上报给了工厂领导 转过天来 下午一点多 水泥厂的派车 就到了王喜果儿子工作的地方 王喜果的儿子一看 哟 水泥厂来车了 怎么回事啊 这水泥厂的人呢 就跟王喜果的儿子说 你赶紧的吧 去厂里边看看去吧 儿子一听 坏了 出了事了 肯定是我爸爸 在工厂里边遇到什么情况了 水泥厂工作是比较危险的 经常会有人员受伤 甚至丢掉性命的也有 当时王喜果的大儿子 已经二十出头了 心里啊 开始坠坠不安 到了下午两点多 王喜果的妻子张岚 也被接到了工厂 等张岚来的时候 王喜果那俩儿子 哎呦 哭成泪人了 现场呢 也被封锁了起来 元宝山区公安局 也把现场 进行了一个包围 法医在里边 进进出出的 那到底出了什么事了呢 原来啊 在当天凌晨 水泥厂员工秦生 正在进行夜班的 最后一次巡逻 走到水泥厂 储媒棚的时候 就感觉不对劲 用手电筒闪了几下 这时候就看见王喜果 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大晚上 大凌晨 一个人躺在那儿 秦生也害怕呀 喂 来人哪 出事了 很快 一帮工友就都聚了过来 经过确认 这个人就是消失了 好几个小时的王喜果 而当时王喜果 早就弃绝身亡了 工友们一看 立刻报案了 因为水泥厂的设施 也比较老旧了 出现人员伤亡啊 已经是挺常见的事情了 恨不得连年都出事 但是 法医经过检查 发现王喜果 并不是因为工作而受伤的 他不是死于意外 因为在他头上出现了 一丝顿气击打的痕迹 法医经过鉴定 认为王喜果遇害时间 应该是在前一天晚上七点 到晚上十点之间 但因为当天呢 下着雨 水泥厂员工啊 尽管极力保护现场 但还是因为天气原因 导致案发现场 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除了能够确定 王喜果是他杀之外 民警也没有采集到 更多有效的线索和证据 再加上当时是91年 没摄像头 那警方破案可就更难了 那年代啊 也因为行政科学技术 比较落后啊 好些个人敢于犯法 违法犯罪 当时赤峰市社会治安 其实并不好 水泥厂盗窃案的 抢劫案的也是时有发生 警方就推断 会不会有人想要抢劫王喜果 结果抢劫不成 痛下杀手呢 经过了解 王喜果呀 技术好 他是班长 所以工资比别人高出去了一大件 再加上为人很和善 他的名字很多人都知道 有口皆碑这么一个人 那警方推断 会不会是王喜果 早就被人给盯上了呢 带着这个疑问 警方走访了王喜果的这些工友 工友们就说呀 员工上班呢 都是自带伙食 平时都是自己带饭 也不用买饭 身上啊 根本就不会带钱 如果真的是有人要抢劫王喜果 那也应该是在王喜果家附近呢 不可能说是在水泥厂就抢劫呀 你要真认识王喜果 那应该知道他身上没钱呢 这时候警方呢 又转变思路 因为水泥厂啊 经常有盗窃案发生 会不会是王喜果这天出去发现有人在偷工家财产 这才被小偷给害死了呢 但是法医在王喜果身上没有发现任何撕扯留下的伤痕 也就是说这种可能性也被排除掉了 如果王喜果发现小偷了总得有个撕打的过程吧 就在这时候啊 王喜果的工友秦生提供了一个线索 就是最早发现王师傅的那个工友 秦生说 案发当天有一个人来找王师傅 但是我不认识那是谁 因为当时楼梯呢是露天的 也没灯 秦生也没看见这个人长什么模样 但估摸着身高是在一米七左右 对于这个线索呢 其他的工友也说 是看见有人找王师傅了 但他俩在说什么 我们也没听清楚 就只能听见好像俩人在说什么事呢 那个人的口音 不像是咱们赤丰本地的口音 应该不是本地人 这是一条关键线索呀 警方顺着这个线索 在工友之间进行调查 很多工友就说 王喜果这个人呢 平时好 特别好 对人很热心 很热情 但就是有一点脾气比较酱 经常因为排班问题和领导发生争执 但是王喜果呢 也不是个挨记仇的人 上午跟人吵了架 可能下午就跟领导勾肩搭背 一起喝酒吹牛聊天了 这是王喜果的男性工友们反映的情况 但是走访到女性工友那边的时候 调查很不顺利 大家似乎啊 都在有所回避 有所隐瞒 后来有工友透露了一个事 说王喜果这人特别喜欢跟女工友开玩笑 行为经常不检点 作风上确实有问题 这时候啊 有一个工友说了这么一个事 原来水泥厂啊 有个女工叫李兰 现在呢 已经不在水泥厂工作了 为什么辞职呢 是因为王喜果当着大伙的面 对人家又搂又抱的 除了李兰之外 王喜果仗着自己是技术能手 又是这工作班长 经常对车间其他女员工动手动脚 而且从来不避讳 当时李兰那事出了之后 李兰把事就告到了工厂领导那 但因为王喜果技术出众啊 厂里也没责罚他 人李兰实在是生气了 得了吧 我走了吧 经过调查 有人说在案发当天 看见过李兰的丈夫 曾经在案发现场出现过 那么会不会是李兰的丈夫 为自己的妻子报仇 进而杀害了王喜果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王喜果这人哪哪哪都挺好 就有一点作风不好 在男女问题上 这是个老流氓 有一个女工叫李兰 王喜果对人家又搂又抱的 李兰呢 把这事告到了厂领导那 但因为王喜果呢 是技术能手 厂子里边啊 也没有惩罚王喜果 人李兰一看得了吧 我呀不干了就走了 后来有工友说呀 事发那天 看见过李兰的丈夫 李兰丈夫就去到了水泥厂附近 之后民警啊 对李兰的丈夫也进行了重点调查 最后人家也承认 确实去了水泥厂附近 但是对于去水泥厂那的原因 始终不肯透露 之后民警又找来了当天晚上 看见过和王喜果对话的员工进行辨认 但是这工友们都不能确定 是不是李兰的老公把王喜果叫走的 后来经过深入调查 这李兰的丈夫也意识到 不行得说实话了 再不说实话 自己这摊上人命案子 这可是大事 干脆就说了 那天去水泥厂 其实是去赌博去了 当时也打击赌博呀 因为害怕 所以不敢说 后来经过查证 确实李兰的丈夫没说谎 就是去赌博的 等于说现在调查工作又回到原点了 民警们都在感到迷茫的时候 又有一些工友 透露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因为王喜果已经死了 原本这些工友也不愿意多说 但是见警察一直在调查 感觉隐瞒下去也不对 就说在案发前一段时间 王喜果经常找工友借钱 领导同事都让他借便了 但为什么借钱 王喜果始终不说 但大伙很明显能感觉出来 王喜果是真需要用钱 因为大家当时收入也都不高 也没人有闲钱 也没人借给他 随后警方呢 又询问了王喜果的家人 家人就说 没有什么需要用钱的地方啊 家里也不缺吃 也不短穿的 那这是怎么回事 王喜果为什么借钱 他的遇害和他借钱 有没有关联呢 警方啊 调查王喜果的时候 王喜果户籍所在地的那派出所 就提供了一个线索 王喜果曾经因为嫖娼 被罚款了一千元 而一起处理的 还有一个女人 也就是嫖娼对象呗 叫刘盈 这个时间正好也是王喜果 四处借钱的时间 接下来这么一调查 这王喜果一家人 跟刘盈还都认识 并且呀 刘盈的丈夫叫张谦 这张谦呢 还曾经受到过王喜果的照顾 民警接下来就想找这张谦了解情况啊 这一找 完了 俩人呢 都不在家 随后就又找到了房东 通过房东了解到 这张谦和刘盈夫妻俩呀 案发当天晚上连夜就离开了 从此消失的无影无踪 再也联系不上了 这要是没犯事 莫名其妙的 你跑什么跑啊 所以警方推断张谦夫妇 很可能就是杀害王喜果的凶手 但因为当时社会环境的原因吧 再加上行事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吧 这夫妻俩失踪之后也没露面 也没跟亲戚家人联系过 这案子可就始终没突破 时间一晃啊 就过去了 28年 这起悬案 成了赤丰公安民警心里边的心病了 只有张谦的一张黑白照片 除此之外 什么线索也没有 对他是一无所知 一直到了2019年 黑龙江啊 有人说见着张谦了 随后通过人像比对 找出了一个叫高山的人 经过调查 高山的户口呢 是几年之前落户的 家庭成员 四口人 这跟当时张谦刘盈的家庭情况是相符的 随后再一查 哎 这高山的妻子也叫刘盈 之后啊 仔细的看这高山的户籍信息 这上边漏洞很大呀 落户之后的信息都有 但是落户之前的信息是一点也没有 民警一看势不宜迟 赶紧去找高山了解了解情况吧 在当地一个健身公园的路上 警方就找到高山了 民警呢 只是提了一嘴水泥厂的名字 高山就说呀 你们不用说了 我知道 随后张谦非常配合的就跟着民警走了 在民警的审问之下 张谦也交代了全部过程 案发的时候 张谦和王习果认识时间也没特别久 但王习果呢 很热情 跟张谦呢 挺头脾气 俩人经常约着喝酒吃饭 因为张谦家庭条件不好 大多数时候都是王习果买的单 此外 王习果还经常给张谦介绍工作 张谦家里的米面粮油什么的 也都是王习果给他们家买 照这么说 王习果对张谦这么好 怎么还把人王习果杀了呢 嘿 王习果之所以对张谦这么大方 是有自己的目的的 张谦的妻子刘盈 没有正当工作 平时呢 主要就是靠卖银为生 靠卖银贴补家用 张谦对这事也知道 尽管心里不是滋味 但是也只能这样 毕竟得养家糊口啊 水泥厂附近 包括一些其他工厂 好些个员工 都是刘盈的客户 当时啊 这些员工 哪都是铁饭碗呢 口袋里边有现钱啊 张谦呢 也不阻止刘盈 反正能养家养孩子 睁个眼闭个眼呗 在这之后 王习果跟刘盈 不就发生关系了吗 因为卖银嫖娼 受到打击 得交一千块钱的罚款 在这之后 刘盈就回老家去筹钱去了 张谦就认为 这事应该是王习果承担的 就找到王习果 让他交钱 在水泥厂锅炉房外边 俩人发生争执了 争执过程之中 张谦呢 也是一时火大 拿出了路边捡到的木头方子 朝着王习果的脑袋敲了两下 见王习果倒地之后 赶紧就走了 在这之后呢 就以不愿意在本地生活为由 从亲戚那借了几百块钱 离开赤丰 到了黑龙江随化 过了几天 张谦的侄子给他传来信了 说警察呀正四处找他呢 张谦一听又坏了 出了人命了 又带着刘盈和孩子 一路逃到了黑龙江 铜江 还找人花钱改名换姓 逃亡的这二十八年时间里 张谦和刘盈 没有一份能干的长久的工作 都是这打打零工 那打打散工的 儿子女儿也没读几年书 就都出来打工了 可以说这二十八年一家四口 过得是非常的辛苦 被捕之后 张谦也说 这二十八年 没有一天是过得安稳的 内心呢 也对王习果他们充满了愧疚 得知张谦被抓之后 王习果的妻子 已经六十多的张岚 把自己窝到被窝里 是嗷嗷痛哭啊 等了二十八年 终于看见丈夫大仇得报的这一天了 行了 这个时间跨度 长达二十八年的命案 就为您说到这儿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1963年 是新中国三年困难时期 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年头 台湾当局呢 从1960年开始 就企图利用大陆的困难时期 实施起所谓的反共计划 并且呀 频频派出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 渗透到沿海地区实施侦查和破坏行动 1963年6月21号深夜 台湾方面所谓的军情局 精心豢养的挺进军六十一支队 派了十名特工 奉上司的命令 企图在福建省闽南沿海地区登陆 随后四机潜入内地 收集闽南地区 我军布防情况 并且建立所谓的游击走廊 六十一支队和大多数斐特武装一样 仍然是化妆城解放军 以蒙骗群众和我军 因为之前呢 已经有多批化妆城我军的斐特洛网 台湾特务机关呢 也力图通过各种途径 了解其暴露的原因 不断的吸取教训 并且总结经验 以提高他们的伪装效果 这一次六十一支队出发之前 台湾方面呢 就定了几条规矩 首先必须保证头目 能完全控制所有的手下 因此一次出动的人数不能太多 十人左右 这是最佳状态 其次和群众接触的时候啊 士兵一律不得开口 而是由军官出面谈话 这样穿帮的概率就比较低 不至于太快露馅 第三村子里边人多 为了防止有人看出破绽 因此呢 绝对不进村 尽量在村子外面 找单独的群众问话 即使被识破了 也可以将其杀害或者制服 为了和群众套近乎 匪特们还特地在出发前 强化学习了一些当地方言 另外匪特们出发之前呢 上司除了许诺 事成之后重重有赏之外 还特地带他们去看电影文天祥 企图用洗脑的方式 让他们在必要的时候杀身成人 惊中报国 但这些经验究竟管用不管用 我们很快就能知道 21号深夜11点左右 十名匪特在少校副支队长 于叶杰的带领之下 在福建省赵安县的秋错城 和辽雅村之间的沿海登陆 随后呢 他们一路挺进 企图在天亮之前 潜入山区隐蔽起来 然后再伺机活动 6月22号上午9点左右 这支斐特武装来到了 凤山公社西山大队附近 按照台湾方面的新规定 他们不能进村啊 于是就从村子旁边绕进去 此时正好民兵河壁水 在厚平种地瓜呢 于叶杰呀 先是拿着望远镜 对着四周观察了一阵子 发现周边没有我军部队 或者是民兵 于是满脸堆笑的上来套话 他尽量装出一副 人畜无害的样子 先是递给河壁水一根烟 帮他点着之后 操着生硬的当地方言 问河壁水 阿兄啊 当地有训练不对吗 河壁水一开始呢 也没多想 也没在意 随口答道 没有 于叶杰又问 这里有民兵没有啊 这句话立即引起了 河壁水的警觉 心想每个村子都有民兵 解放军怎么可能不知道 这一点呢 他呀 抬起头打量于叶杰 见他虽然穿着我军制服 但是手指却戴着粗大的金戒指 那个年代 就算大伙家里有金戒指 也不会这么堂而皇之的戴在手指上 而且再看这人吧 脚上穿的也不是解放鞋 而是半长筒军靴 后面的几个解放军也一言不发 而且看起来非常紧张 他们私下张望 手里拿的美式自动卡冰枪 似乎在准备随时开火 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 而眼前的这个皮笑肉不笑的军官 抽烟的时候 掏出来雪白的卷烟 竟然只抽了半根 随手就扔掉了 当年解放军干部 轻易哪能抽上这卷烟呢 都是把烟抽到烫嘴唇 这才依依不舍的扔了 抽一半就扔 这简直是不可饶恕的浪费行为啊 作为一名从土改时就参加对敌斗争的老民兵 河壁水立即就意识到这些人不是解放军 自己这是遇到了武装敌特了 河壁水啊 于是不动声色的回答 没有 这里是山乡 民兵都在县城呢 那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西山呢 一问一答之间 河壁水已经把对方的人数武器等大致情况看了一遍 于也杰 见从这个农民这儿也问不出太多东西了 急匆匆的带队就走了 这只斐特消失之后 河壁水马上飞奔回村里 到大队部把发现斐特的情况汇报给干部沈木英 因为村里没有电话 沈木英呢 马上跑步赶到公社报告 在路上遇到了另外一个民兵何城发 于是啊 他们借了一辆自行车一起赶到了公社 凤山公社接到汇报之后 一方面马上向县委打电话 一方面呢 立即调集外奉大队的激干民兵追踪敌人 此时这只敌特 已经到了凤山水库附近 正在修水库的乔东公社 红州大队农民沈耀明 也发现了这只可疑的假冒的解放军 他们明显是有意识的避开正在修水库的大批群众 放着大陆不走 而是沿着水库边的山路 一个劲的往深山里钻 沈耀明立即到谷关作业区报告 作业区党支部书记狼壮发 带着十多名民兵翻上了云空山 咬住了这只斐特部队 除了狼壮发 有一只单发步枪之外 多数民兵啊 没有武器 只带着锤子这些工具 一路就追踪到了风吹岭 为了查明真实的情况 狼壮发让个子比较小的李系忠 装作放牛人爬上山顶去侦查 但他刚上山顶就被斐特发现了 正在吃东西的斐特 立即把他包围起来 问他 你来干什么呀 李系忠呢 就说我是来放牛的呀 并且反问他们 你们来这干什么呀 一名斐特装模作样的说 啊 我们昨天晚上剿斐到现在还没吃东西呢 这时候另外一个人绕到李系忠的身后 用枪逼住他 其他的敌人把李系忠就绑了起来 这时候啊 一个敌人担心开枪会引来解放军和民兵 赶紧拉住了同伙 哎 先别杀他 正在这时候 狼壮发也翻上山坡 见这些人把李系忠绑了起来 立声问他们 你们到底什么人呢 话音未落 斐特就向他打来两缩子弹 狼壮发立刻一翻身滑下山坡 躲在一块石头后面 开枪还击 因为斐特的自动卡冰枪火力凶猛 他手中的老式单发步枪 根本不是对手 很快就被压制住 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 狼壮发呀 命令大家后撤 严密监视斐特的动向 并且派人立即回去将敌情上报 6月22号中午 赵安县委在凤山豹国寺 设立了前线指挥部 统一指挥参加搜缴战斗的部队 公安和民兵 县委书记罗全贵和龙溪军分区参谋长李仲仙 亲自坐镇指挥战斗 县委副书记杨清云等人 则带领部分公安部队指战员和地方干部 在距离敌人占据的山头 仅350米的前沿阵地 设立了战地指挥所 此时赵安县边防连 压头驻军部队城关公社的一百名急干民兵 已经先后抵达风吹岭 在与当地民兵会合之后 对山头形成了包围 并且不断的压缩包围圈 把斐特逐步压缩到山头的狭小地域 指挥所也推进到距离敌人仅150米的地方 此时从周边地区赶来增援的部队 仍然源源不断的抵达现场 甚至远在广东和东山的驻军 也抽调部队赶了过来 部队和民兵很快又形成了第二道包围圈 至此 狄特61支队已经陷入天罗地网之中 插翅难逃了 下午一点半 搜缴部队以战斗队形 向风吹岭主风发起攻击 十名匪特毕竟是受过特种训练的精英 他们分成了三个战斗小组 以山顶的大石头作为掩体 赋予顽抗 企图拖延时间 熬过这个漫长的白天 等待夜色降临之后 再找机会突围 我方攻击部队步步为营 匍匐前进 交替掩护 一点点的向山顶进逼 菲特们极其顽固 虽然我军屡次喊话让他们投降 但是敌人仍然频频的向攻击部队投掷手雷 公安部队战士林浮民被弹片击中 当场牺牲 带队冲锋的宫口海防哨所副少长吴翁聚 腰部也被菲特击中两弹 得亏被他腰部的弹夹包挡住了 没有受伤 他迅速用五四式冲锋枪 打了三个短点射 击中了一名菲特头部 将其当场击毙 我军一方面继续加强火力 压制敌人的火力 一方面调整兵力 分多路同时向山顶发起冲击 使三个组的敌人 顾此失彼 无法同时应付多路突击部队 在从各方面射来的弹雨之中 菲特的火力被压制住了 他们的抵抗也逐渐崩溃 从东山赶来的三十一军守备八十九团 一营一连五班 以四挺轻击枪掩护 抢先冲上了山顶 朝着一个菲特小组聚首的大石牙 连续投去十多枚手榴弹 随后在硝烟的掩护之下 突入大石牙 当场把已经受伤的余夜捷和另外一名菲特 俘获 另外一路攻击部队 也趁着敌人火力渐弱之际 在两艇机枪掩护之下冲上山头 在近战中 一名菲特报务员见大势已去 举手投降 并且交出了携带的卡宾枪和无线电 此时我军各部都已冲上山顶 并且开始地毯式搜查 以找出漏网之鱼 边防连的马连长在搜山的时候啊 在一个陡坡的拐弯处 突然和一名穿着我军制服的人 狭路相逢 双方立即各退一步 躲在一块大石头的两边对峙 隔着差不多十米的距离 马连长立声贺问 谁啊 对方回答 自己人 随后俩人小心翼翼的露出头来查看对方 马连长敏锐的注意到 那个人戴着军帽 和事先约定的脱帽规定不同 因为菲特穿着我军制服 并且我军有多支部队参战 战前指挥部 为了避免兄弟部队之间发生误伤 规定要是不同单位人员发生遭遇 被询问的一方 需要摘掉帽子来证明是自己人 要是没有反应 可以判定为敌人 于是马连长立即断定 对方是敌人 用武四式手枪 指着对方 勒令他投降 剑已经败露了 这名菲特先开了两枪 但都没命中 随后马连长左手拿枪射击 击中这名菲特的胸部 将其当场击毙 下午四点 风吹领山顶 升起了三颗红色信号弹 宣告战斗胜利结束 持续三个小时就结束了 我军一共击毙菲特六人 弗鲁四人 缴获武器一批 电台两部 取得了反击国民党 小谷特务的 又一次战斗的胜利 7月10号上午 龙溪军分区和赵安县委 在县人民剧场 举行庆功铸节大会 会上宣读了福建省委省政府 省军区的嘉奖令 追认战斗中牺牲的 公安部队战士林福民 和民兵郑武荣为革命烈士 同时宣布 对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的 四个先进单位 和八名个人 容继二等功 九个先进单位 和三十九名个人 容继三等功 另外受表扬的 还有十九个先进单位 和一百五十六名个人 大安纪时二零二三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